大家好,韭菜别再炒着吃啦 试试我的这个新做法 脆嫩美味,上桌就光盘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准备一把韭菜洗干净以后 把根部切掉一点,不要 再把韭菜切成长段 长度大概在三四厘米就可以了 切好后装在篮子里面备用 接着准备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加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再来准备一些绕头 小米椒切圈 切好中碗备用 再来一点大蒜,先拍扁 再剁成蒜末 蒜末多好和小米辣放在一起 接着来调味,碗里面加少许食盐 一勺生抽 半勺香醋 一勺芝麻油 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起锅把水烧开 然后加一勺食用油 放入刚刚切好的韭菜 焯水20秒 韭菜焯过水之后呢 能够去除它的草酸 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加入食用油 能够锁住它的营养成分 不流失 并保持颜色脆立不发黄 20秒后就可以拿韭菜捞出来了 韭菜焯好水以后 放到200栽葱过一下 这样会让韭菜的口感吃起来更加脆嫩 泡过的韭菜倒出来沥干水分 接着练起锅 倒入食用油 开小火 然后把刚刚打好的蛋液倒进锅中 晃动一下锅底 让鸡蛋饼烫得更加的厚薄均匀 蛋饼一面煎定型以后 翻另一面继续煎 烫成一个两面金黄的鸡蛋饼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把煎好的鸡蛋盛出来 放在案板上 然后把鸡蛋饼对半切开 蛋饼重叠起来 切成框条 把鸡蛋中的一个大碗里 一干水的韭菜也倒进来 淋入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鱼以后就可以装盘水用了 美味的凉拌韭菜就做好了 吃着脆嫩好吃 营养丰富 百吃不厌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 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